这是一部你绝对没有看过的 奥斯卡级别的悬疑惊悚犯罪类电影 这是一部改编至欧洲最畅销完美小说 五年狂销一亿本的电影 她就是龙闻生的女孩 而她的火爆程度在国外 也只能用神话去形容 因为在瑞典 平均每三个人中 就会有一个人拥有她 在丹麦 她的销量仅次于圣经 她让五十多个国家的每一个看过她的人 都为之疯狂 沉迷于那曲折离奇 竟是害俗的连环暗中暗的故事之中 一开始我不信 直到我看了才知道 她把悬疑气氛直接搞上了天 她把人性的扭曲演绎到了淋漓尽致 她把复仇计划的爽也拉到了满格 所以我斗胆试着解说了这部电影 给我的好朋友看了之后 他们的嘴巴里就再也没停过的 嘟囔着我吵绝了 原来悬疑电影也可以把整个过程 叙述的如此清晰流畅 事后没有故意玩弄观众的任何手段 让人看得直呼过眼 那么接下来 叫我们去看一看 这部吹得如此牛叉的电影 她里面究竟讲述了一件怎样的故事吧 一切都要从1966年瑞典的一座孤岛上 发生了一桩神秘的失踪案索起 16岁的花季少女突然消失 而这种岛上的唯一出口跨海大桥 就在当天因为油罐车失火 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 所以岛上的所有人根本就没法离开 但蹊跷的是40年过去了 女孩的爷爷却每年都能收到一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干花标本 就是她与子孙女哈里斯特有的交流方式 所以她认为 子孙女很可能是已经遇害了 而这些干花就是凶手在挑衅的 炫耀自己的变态成果 因为老爷子亨里克范格尔 就是一点有名的超级大富豪 范格尔家族的掌舵人 不免让她怀疑 子孙女是因为自己的财富 所以才被谋杀了 可40年间 她倾注大量心血 却依旧无法破解这个谜团 直到她遇见了我们的男主 并雇佣她调查这起谜案后 却意外挖出了一桩又一桩 骇人听闻的连环谋杀案重案 简单铺垫一下 我们男主是千禧年杂志社的老板 也是一名响当当的明星记者 但最近她却惹上了大麻烦 她写了一篇 揭露大富豪温纳斯壮 挪用国家资金 跟国外黑帮非法交易的报道 可没想到 这却是温纳斯多集团的圈套 她调查温纳斯多的同时 温纳斯多也察觉到了 并利用黑客侵入了她的电脑 甚至是全程跟踪 结果就是她被反告诽谤 生命倒地 而且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时间 她才被范格尔发现了 哦对了 多说一嘴 那个跟踪她的黑客 就是我们的女主 有着龙闻生的女孩 但起初范格尔找她调查谜案 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毕竟都过去四十多年了 警察都退休两批了 依然没有结果 麦克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因为报酬属实是太诱人了 不仅能得到一笔不菲的佣金 还能得到温纳斯多的其他罪行证据 让自己在新闻界翻身 说感觉看 老爷子快速捋了一遍 案发当天发生的异常 比如家族聚会 三十个心胸狭窄又贪婪的人 齐聚一堂 子孙女在下午两点左右 从城里的狂欢游行现场 返回小岛后 还曾试图找过她 但自己却并没有在意 就让她先等一会再聊 没想到 当晚子孙女就失踪了 负责掉她此案的警官 也只是在油罐车现场时 发现了被记者偶然判下的一张 子孙女坐在窗边的照片 那是她出现在小岛上的最后证据 其他资料你就慢慢看吧 足足有十六大箱子 林走时 老爷子还特意嘱咐 一定要秘密调查 和岛上的其他家族成员 谎称是来写字传的 因为送干花这个事 应该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 哦对了 其实男主迈克 和失踪的哈里斯 还有一些渊源 那就是1965年的时候 他的爸爸 称是岛上的一名电工 而年长一点的哈里斯 则照看过男主 老爷子走后 迈克梳立了一遍 范格尔家族的人物关系 比较复杂 设计的人物众多 首先就是范格尔的两个弟弟 哈罗德和理查德 他俩竟然都是纳粹组织的狂热成员 其中理查德 死于芬兰战争期间 唯一的儿子叫哥特弗里德 也就是失踪女孩的父亲 只不过他也死了 就在女儿失踪的前一年 死于一场酒后的意外落水 此外 女孩还有一个哥哥叫马丁 现在是范格尔集团的负责人 而他们的母亲斯贝拉 当年对哈里斯很不好 活像是一个臭蛋的酒鬼 甚至女儿失踪四十多年了 他都从来没有过问过 而老爷子的另一个弟弟 哈罗德现在还活着 只不过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整天酗酒 从不出入的招老头 他和定居在苏格兰的女儿塞西利亚 甚至都没有任何交流 他的另一个女儿阿尼塔呢 则是在多年前就和他断绝了妇女关系 在伦敦死于了癌症 然而这些调查却对米安没有任何帮助 只好在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但麦克还是有收获的 那就是他无意间在这些物品里 发现了一本女孩的祭司本 而里面的大部分日记属地 却都是出自于小岛上的 这个小木屋子中写出的 看来女孩很偏爱这间屋子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 果然麦克发现了一本圣经 圣经本身没啥特别的 只是他的尾页上 却记录着5个单词和5串数字 提出麦克简单地认为这些数字一定是瑞典锚地的电话号码 但却被当年负责此案的老警察放定了 因为麦克发现的这些线索 老警察早就查过了 名字和号码根本就对不上 哈里斯身边也没有叫这5个名字的人或朋友 警方甚至将数字电来倒去 来来回回似了无数遍 最终得出的结果就是 啥意义都没有 或者说是警方已经放弃了 因为这案子是老警察干入警局时 接受他第一个案子 可直到他退休都没有找出任何结果 从干劲十足到疲惫不堪 再到郁郁挂欢怀疑人生 可以说这案子是缠绕了他整个警戒生涯 挥之不去的痛 然而就在麦克打算将重点 放到40年前的那场狂欢现场上 想看看当时哈里特身边到底有没有家族成员时 他的电脑竟然又被黑客入侵了 原来女主艾丽丝还在监视着他 并看到了那些不明郁郁的数字 而且他似乎是一眼就掺透了 那些数字中隐藏着的答案 只不过他的电脑实在是破烂不堪 下载速度几乎为零 想要得到更多麦克的信息 他只能去找监护人 求得买新电脑的钱 可这个身为律师的监护人 却对他进行了变态般的猥琐行 看到这就有小伙伴们想问了 他都多大了 还需要监护人 原来女主艾丽丝从小就劣迹斑斑 12岁那年 他用汽油烧伤了亲人 声明一下 这个亲人江江熊本熊 暂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艾丽丝的父亲 咱们就先当他事吧 那之后呢 艾丽丝就被认定了精神有问题 后来呢 他又分别因为醉酒 吸毒和暴力行为多次被捕 这一次电脑坏了就和打架有关 第四位 其实那个律师监护人是爱丽丝的第二任监护人 第一任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前阵子因为疾病被送进了医院 丧失了监护能力 于是爱丽丝就遇到了这个变态律师 律师不仅剥夺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 甚至初次见面就露出了他罪恶的嘴脸 威胁他如果不配合 报告上就会写上差评没有自理能力 对 爱丽丝复仇的走势来下来 他打算获取律师的证据重获自由 可他却低估了律师的变态程度 看到这儿我们先把画面拖回到迈克这边 迈克发现了40年以来最震惊的线索 他从当地报社弄来了所有狂欢游行的照片 并在其中意外发现了这些照片 如果按照顺序快速浏览 你就会发现 哈丽丝的神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 他一定是看到了某个让他极度害怕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 难道接对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如果是 那这个凶手又会是谁呢 突然难度看到了 哈丽丝转身的时候 身后的一个女人正在拍照 所以他很可能拍下了对面的那个人 于是他再次翻阅所有照片 终于找到了女人的车上 印着的一个木材厂的名字 诺斯卡奔特斯 果然当年拍照的女人依然保留着这些照片 因为那是他与丈夫的新婚旅行 而照片中的一个身穿蓝色条纹衣服的男人 正在死死盯着哈丽丝 而女主那边因为复仇失败 再次受到凌辱的他 隔天打算从政旗鼓渗入虎穴 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的 直接电晕了监护人 并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了他 还在他身上闻上了他所犯下的罪行 原来啊 女主第二次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录下了他的为所行为 只不过他实在是没想到 律师会如此变态残暴 丝毫不给他安全离开的任何机会 不过还好现在一切都结束 律师绝对不敢冒着 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 控制爱丽丝的自由 我们再来说说迈克 照片上身穿蓝色条纹衣服的男人 由于像素实在是太低 即便是用了插件也根本看不清样貌 然而对待这个线索 马上就要断了的时候 迈克却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上面记录着那五串数字的真正罕 他也瞬间意识到了 自己的电脑肯定是被盗用 于是他立马询问了 撮合他与范格尔建立合作关系的代理人老顾 这才知道 也来范格尔 之所以会用他调查谜案 完全是因为女主的调查报告 报告里阐述了迈克是个值得信任 重新捋一遍 迈克调查富豪温纳斯多 温纳斯多利用黑客陷害迈克 而黑客知道迈克是被陷害的 觉得迈克是个诚实的记者 而把黑客介绍给温纳斯多的人 又正好就是老布 就这么的 范格尔抛弃了迈克诽谤的丑闻 最终选择了他 而我们的男女主人公 也在影片进行到了90分钟的时候 终于见面了 迈克寻求爱丽丝的帮助 因为到此为止 他发现的最重要的线索 就是爱丽丝提供的圣经章节 每一串数字都指向圣经中的一种罪行 有了爱丽丝的帮助 两人很快就弄明白了 这些数字背后的真正秘密 五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女人 分别对应着五种罪行 配合五种惩罚的方式 也就是五种死法 而这些女人也根本不是本地人 而是散落在地图上的各个角落 首先就是萨拉 她犯下了人与动物交合的罪行 1962年死于自家的牲口彭利 人和牲口全都被虐杀了 其次就是梅格达 她在1954年被火焚烧了 所以说哈利斯记录的是一份受害者的名单 有一个连环杀手正在用圣经里的手法来谋杀女性 而哈利斯很可能就是一直在秘密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 那也就是说杀死哈利斯的人 很可能就是被他调查的那个连环杀手 不过这份名单里却有一个叫BJ的人名 始终都没有找到对应的人 而这个BJ恰恰就是被红圈圈起来的 不难猜出这个人应该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连克只好再次找到老警察寻求帮助 并把圣经中对应的惩罚告诉了他 以此来作为寻找的依据 然而就在连克再次返回到小岛上 却发现自己居住的小木屋被撬了 甚至收集的照片线索 也有被动过的痕迹 看来一定是有人不乐意 果然范格尔家族除了范格尔本人外的所有人 都联合起来 要求连克离开小岛 而他们给出的理由 竟然是一名犯有诽谤罪的记者 会影响到范格尔集团的名声 但连克却根本没有听进去 因为他发现了新的线索 那就是哈利斯的琥珀项链 竟然戴在了塞西利亚的脖子上 还记不记得 哈利斯最后的照片上 不就是戴着这个琥珀项链吗 可他却一口否认了 说这项链根本就不是哈利斯的 而是自己的妹妹阿尼塔的好家伙 此时的连克也终于回想起了 原来当年照看他的人并不是哈利斯 而是样貌酷似哈利斯的阿尼塔 果然仔细一看 从边坐着的女孩就是阿尼塔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当年老警察在调查此案的时候 阿尼塔为啥没有提示老警察 照片中的人是他呢 难道阿尼塔隐瞒了什么秘密吗 谁也不知道 因为阿尼塔已经在多年前 就因为癌症死在了伦敦 然而就在隔天一早 意外却再次发生 迈克在城堡的时候 遭到了枪击险些上运 这次枪击再次证明了 岛上有人生气了 他们必须加快脚步寻找出真相 否则继续留在这里 必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为此爱丽丝在木屋里 加装了监控装置 而老警察也带来了好消息 他查到了画红圈的女人 果然死法和圣经中的描述一模一样 而且这个女人竟然还为 范格尔集团工作过 直到1965年1月才遭到了遇害 而她的工作就是哥特弗里德的秘书 也就是哈利斯的父亲 难道凶手会是已经溺水身亡的 哥特弗里德吗 很难说 因为按照此前的推测 哈利斯很可能是因为 发现了杀人凶手嗜水 所以才遭到了不测 可哈利斯是在1966年死中的 而哥特弗里德 却是早在1965年就淹死了 说不通 完全说不通 但可就在这桩谜案 夹杂着多起连环杀人案的线索 变得越来越迷雾重重的时候 麦克却惊奇的发现 这些女人的名字 竟然都是犹太人的名字 好假 想到没有 谁最恨犹太人 对 纳粹分子 而这座岛上 就刚好有三个纳粹成员 而在哈利斯死的时候 岛上只有一个纳粹分子 还活着 那就是哈罗德 那个酗酒的招牢头子 目标已经锁定 那么接下来 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证据 还记不记得 这些命案 都是在不同地区发生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哈罗德真的去过那些地方 那他就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比如餐馆 加油站 酒店 麦克身为明星记者 深知这些商人的习惯 只要去范格尔集团的资料库 查一查 就一目了然了 而为了万无一失 麦克自己则打算 偷偷潜入哈罗德的住处 一探酒精 果然阴暗的房间里 处处都是纳粹分子的 各种照片 旗帜 甚至是战利品 可突然 哈罗德却出现在了身后 活捉了鬼鬼祟祟的麦克 不过幸好 最后哈罗德 想要就地正法了麦克死 路过的马丁及时赶到 这才救下了麦克的一条小命 走吧 现在自己受伤了 又惊动了哈罗德 麦克也只能寄托于爱丽丝 能插出点什么端倪来了 而自己还是先去救命恩人家 包扎一下伤口吧 果然爱丽丝不负众望 她查到人 只不过去过这些地方的人 竟然不是哈罗德 而是已经死去了的 哥特弗里德 爱丽丝大感不妙啊 难道害死哈丽丝的凶手 会是另有其人吗 于是她加快了脚步 翻找所有有关这些地方 范格尔集团参与过的项目 以及活动 终于她看到 一个熟悉的身影 身穿蓝色条纹衣服的男人 而这个人就是麦丁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即便麦克心生怀疑的 问了一对马丁 他为何会出现在 哈罗德加附近 等麦克再次醒来 马丁也不再野蛮真相 而开始炫耀起了 他是如何成为 变态杀手的过往经历 原来啊 名单上的那些人 都是他父亲 哥特弗里德沙特 除了最后一个马丁 16岁的马丁 在父亲的教授下 勒死了他的第一个赞礼品 从那之后 他便开始了暴走 不仅践踏这些女孩们的尸体 看着他们想逃 又逃不掉的绝望表情 都让他感觉到了无比的快看 而且他还比父亲更加理智 在处理尸体方面 他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证据 而是将无数的偷渡者 和无人问津的妓女 抛进大海 然而哈里斯却不是他杀的 他承认的确想杀了妹妹 但却有人掀了他衣服 这让他无比懊恼 可紧接着 马丁又换了一副嘴脸 问麦克要喝点水吗 然而这一举动 却是马丁的另一种 折磨人的方式 他喜欢看着愚蠢 又可笑的受害者们 幻想着杀手会心软放过自己 从点燃希望 再到绝望 然而就在马丁 打算杀了麦克 将一切命名都石沉大海时 他就被突然闯入的 爱丽丝大倒在地 原来啊 就在爱丽丝发现了马丁 很可能就是凶手后 返回小木屋 却在监控里 看到了马丁的身影 随后 爱丽丝再确认了 麦克无碍后 便一路追了出去 他又将这个 残害女性的变态 绳之一放 可不巧 马丁却意外出了车祸 奄奄已息 而此时的爱丽丝 似乎是又想起了 某些童年英勇 就这样 在仇恨的加持下 他没有选择救出 只剩下一口气的马丁 而是转身离开 等爱丽丝再次返回地下室 所有的罪行 他完美继承了 父亲的变态属性 无数王魂 将在地狱等待着他 可映编到此为止 还没有结束 因为杀死爱丽丝的凶手 还没有找到 不对 应该是失踪的哈里斯 还没有找到 原来啊 爱丽丝查到了 有两个女孩 叫阿尼塔 其中一个死在了伦敦 而另一个 则居住在澳大利亚 果然这个阿尼塔 就是失踪40年的哈里斯 而哈里斯也承认了 那些干花就是他送的 为的就是让爷爷知道 自己还活着 不要担心 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爷爷根本就不会想到 他还有存活的可能性 只是单纯的认为 这是凶手在挑衅 无数值的猜想 折磨了他40年 而哈里斯也终于到处了 埋藏在他心底40年的命 14岁那年 他就被父亲强暴 之后的几年里 父亲一直受性大发 直到有一天 他实在忍受不了 便趁着父亲醉酒 将他一路引到了水边 最终用船桨 把他打进了水里 直到他失去呼吸 当个就在他打算将现场 伪装成落水身亡的假象时 却都被他哥哥马丁 看在了眼里 不过他并没有举报妹妹 而是比他父亲更加残暴 无数次的虐待了哈里斯 直到后来 爷爷将马丁 送去了外地面书 哈里斯本以为 自己已经摆脱了热门 但他却在狂欢游行的当天 再次看到了回来的马丁 于是害怕了他 便一路惊慌的跑回家 打算将一切告诉爷爷爷 但他又不敢提起 自己杀害父亲的事 便求助了阿尼塔 帮助自己离开小道 就此这张连环冒杀 安装案 成功被迈克解开 可老爷子范格尔 承诺过的证据 却因为连线问题 无法对究 富豪温纳斯多的法律责任 因此迈克入狱 我就在迈克入狱期间 此前突然消失的爱里斯 却又一次帮助了迈克 他成功黑进了富豪的电脑 找到了他商业犯罪的证据 帮迈克完成了 重新回到新闻界的一篇 震撼报道 然而结局就让人又喜又悲 悲的是爱里斯 在这其中爱上了迈克 两人在短短的相处时间中 甚至孤露了三次床单 但可觉得爱里斯 在温纳斯多入狱的这天 前来庆祝迈克斯 却意外看到了迈克 与他人相拥 有人说迈克40多了 爱里斯才23岁 这样的感情不要也罢 可爱里斯的脸上 却依旧出现了 难以接受甚至是震惊的神情 不很快 他就释然了 也许是看得开 但匠匠熊 却在爱里斯的身上 看到了一丝放纵不拘 我行我素的武侠气质 爱里斯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直到一则新闻的播出后 我们才终于 在这个苦命的爱里斯身上 看到了一丝喜意 警方在介入温纳斯多 所有银行卡的账号时 发现开曼群岛的一个账户上 有一笔百万巨款 被取走 嫌疑人是个长发女郎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10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千禧年三部曲》中的 下午 敬请期待